我是說我跟我的良心抱貝了 為我的感情負責嘛 感性 理性還在拉扯 王世堅這樣說 就因為前一天跟黃珊珊 在里長造勢活動同框 讓自家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把黨記給搬了出來 陳時中確實 一開始有一點小誤會 他在昨天晚上大概八九點吧 他有打電話跟我說 很抱歉 他一開始以為我是去黃珊珊辦的 什麼樣的活動的場子 如果他表態挺黃珊珊 您才會覺得說需要用到黨記 沒有 那又不是我的一個 權責跟判斷 王世堅也澄清跟黃珊珊 只是巧遇絕對沒有割膊向外彎 只是陳時中兩天兩種說法 又讓黃珊珊和台北市長柯文哲 找到機會大酸人設變來變去 陳時中變來變去 這符合他人設 他從選舉到現在每天都變來變去 陳時中現在突然人設改變成為當選人 因為陳時中沒有參選過啦 所以他沒有這一部分的經驗喔 所以我在想他沒有任何的惡意 王世堅趕緊幫緩家 但仍不停把與黃珊珊的好交情掛嘴上 大讚他認真負責 就算黨有黨紀但能不能管住靈魂是另一回事 如果要提到黨紀啦 我的意思是說我一向最遵守黨紀的 像他昨天他也主動說選舉是一時的 朋友是永遠的 他認為說不要逼人表態 不要為難朋友 那他這些看法都跟陳時中一致的 議會好友和黨內同志要挺誰 總是要柯市長看清自己靈魂的王世堅 這次也遇到難題 近新聞 林嘉倩 黃怡軒 蕭宇志 方伯峰 採訪報導